欢迎来到三爷奶奶频道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恐怖的台湾都市传说第二集 1990年在毕露山发生一个灵异事件 故事说到一年轻男子独自攀登毕露山 他在晚上来到一座废弃公寮准备在这里休息一晚 只是当他低头准备晚餐时 一女子突然出现在他的背后 男子被吓了一跳 随后他很好奇怎么会有年轻女子独自出现在这荒郊野外 男子虽然觉得奇怪 但因为天色已经黑了 他也只能让女子跟他一起在公寮里面窝一碗 单晚他们隔着一个搭起来的帐子聊天 公寮里点着银灯 不成中女子突然坐了起来 男子隔着帐子看着女子将头发转了一下 瞬间男子开始怀疑女子是人还是鬼 因为那头发整个脱离了她的头皮 男子虽然觉得毛骨悚然却也故作镇定 到了半夜他可能因为太累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隔天清晨 男子发现他正整理背包准备离开 男子问他要去哪 他表示自己正在寻找一个有两层瀑布和旁边有一个小平台的地方 男子感到诧异 因为那正是闭入山灯山口下方的瀑布 男子也领着女子前往 当到达瀑布女子欣喜万分 激动的喊着 这与我的梦境一模一样 女子表示要留在该处休息 男子觉得奇怪 劝了几句又想到昨天的经历 并不再多说什么 他看了看女子的装备简陋 便将自己所有的登山装备帐篷袋一并赠送给他 随后便背着空背包返回台北 没过多久 男子再次与友人前往毕瀑山登顶 当经过瀑布平台时 他发现正与那奇怪女子的装备正整整齐齐的排在一旁 但该女子不知所终 一群人继续往毕瀑山上爬 当来到上次过夜的公寮附近 巧遇了两男两女攀登毕瀑山 其中一名李姓男子是台中某银行护理 大家相互聊了几句 隔天下山时 男子发现山区多了许多警察与救难人员 原来昨天的李副李慕名失踪了 四个月后 男子带领一些人重回毕瀑山东南方的华绿西树溪 两天后 他入城中境发现对岸崖壁下躺着一个人 由于地点过于危险 他们决定通报救难队前往救援 三天后 海骨被直升机运出 这才发现原来海骨是去年失踪的李副李 奇怪的是 如此垂直的崖壁李姓副李的海骨就这么平平整整的躺着 而旁边整齐的摆放着他的证件 这就很诡异了 如果是不小心失足 那么海骨并无衰弱撞击的痕迹 而那些摆放整齐的证件又是怎么一回事 更何况该出是无法在没有专业垂吊设备的情况下自行到达的 没过多久该男子在巧合下看到李副李最后一次被拍下的画面 相片中居然出现当年说要在毕露山休息的那个女子 而拍照的人很确定当时这个女子并不存在 李副李的哥哥更说 李副李失踪当天他做了一个梦 一个老婆婆带着一个女子说要嫁给他弟弟 他以弟弟已结婚拒绝 老婆婆便姓姓男离开 而那个女子跟照片中的女子是同一个人 4.玉山黄色小飞侠 据一些登山客口耳相传 早些年玉山南风没有入标 一些登山客很容易被困在玉山的大雾之中 这时通常会出现三个身穿黄色雨衣 头戴斗笠的男人 他们站在大雾之中并且帮你指路 一些人声称当他们突然惊醒 发现前面居然就是断崖 也曾有女性登山客让身穿雨衣的他们帮忙拍照 当对方将相机从脸上移开 他们发现对方根本没有脸 雨衣里只有一片空洞 黄色小飞侠到底是什么 较多人认为他们是罹难的登山客来抓交替的 当你看见他们别让他们指路或拍照 民国63年台东大族发生一件离奇命案 一名村民经过坟墓区时 意外发现一名年轻人被掉在坟墓上方的一棵树上 怪异的是男子是被树枝落井而死 经过通报警方最终已自杀结案 事情还没完 隔天另一名男子被发现死在同一个牧区的树上 他的颈骨断裂 胸部及腹部被异物贯穿 当地的警察判断是尸主遭到枯枝贯穿而死 这种死法令人感到怀疑跟恐惧 因为尸体附近根本没有枯枝或断枝 在此同时 后山有些粉种经被发现遭到挖开 里面一具尸体消失了 当时警方为了安全起见便呼吁村民们避免在夜晚外出 有人到池塘问神得知是有死人作祟 并且每到夜晚村里的狗便会开始吠觉 到了早上一些狗被发现遭到吸干血液而死 过了一个月后 村子里一直非常不平静 村民们只能到村外请鬼王钟馗出巡办案 当时鬼王钟馗带着村民找到村子最角落的一户妇人家 并在该妇人的床板下发现僵尸 这僵尸看起来苍白僵硬 衣服破破烂烂的 脚底和小腿沾满了泥巴 据村中老人指认 这僵尸生前是村中毒鬼 是第一位死者的远亲 死了25-6年了 因为村中人口流失 一些粉种无人整理 也不知怎么的僵尸居然从坟头跑了出来 虽然当下立即遭到火化 但恐怖经历一直未被大家遗忘 2.南华山小矮人 齐来山位于南头和花莲交界处 由于第四崎岖 曾发生过许多山难 其中秋高事件是至今未被解决的案件之一 1972年8月 新店的摩登商队在齐来祖峰附近发现手电筒 蜡烛、塑胶布和登商手杖等物品 因为这些物品对登商者来说都是重要的工具 为此登商队将其通报 当时秋高、李福敏和胡德宁共三位大学生一同登商 素日后 秋高的父亲因为儿子迟迟未归而报警 由于秋高山人所申请的登商证是南方叫好走的能高月龄 最后却偷偷往其来山去 这让大家都以为他们应该在能高月龄一带 因此从报失中到开始搜索齐来山沿沃人约18天之久 然而接下来的搜查却显得十分诡异 全台动用破迁能力资源开始搜寻这三名大学生 却完全没有发现这三人的踪迹 只在齐来山各地找到他们遗落的猴片、吐司、登商正等物 这些物品分散在各处 显示三人似乎走向不同的方向 另外还有人发现地面插着三双筷子指向天空 原住民向导表示这代表求救的意思 有人猜测三人是被野兽吃掉 也有人说三人是遭到谋杀 但事实如何没有人知道 秋高事件再次出现疑点是在民国70年 当时一位山友前往齐来山 胖塔到山顶时照了一张毒照 但回家后发现照片中的南华山基顶有个神秘小矮人 当时灵异节目玫瑰之夜也特别讨论了这张照片 有专家认为以当时的技术很难做到这种程度的合成 在照片曝光不久后 胡德宁的母亲就出面指认 小矮人身上所穿的衣服是当时儿子所穿的外套 为此其而来山搜索的活动再度展开 但至今为止三人的遗体能未被找到 人灭雨的传说出现于1994年 于1995年经由自由时报刊登而广泛流传 虽然它有多种版本 但大概的内容是这样的 某一天一群人到西边钓鱼 其中有人钓到一条无锅鱼 众人立刻将其烤食 当大家吃喝的正高兴 忽然听见一个苍饶的女生抄着台语问 鱼肉好吃吗 大家四处寻找声音的来源 直到听到第二次问句 才发现竟然是被烤熟的无辜鱼 一张一合的开口说话 仔细一看 鱼身上还浮现出一名老太婆的脸 有人声称其中三人当场呕吐 一人拿相机将鱼拍了下来 到了隔天 钓起鱼的那个人莫名其妙就死了 后来相片不断被翻拍 据说不将相片传出去就会受到诅咒 当时该相片一度登上报纸跟灵异节目玫瑰之夜 但事件本身的诸多疑点被认为是毫无根据的谣传 老太婆的脸更像是烧烤石 将铝箔纸扒开时皮肉遭到破坏的样子 谢谢您的收看本集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帮忙按赞加分享 订阅频道我们将持续更新 我们下回见拜拜 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 拜拜